大家好 今天就是28日了 复户节的前一天 大家Holiday mood 一年1234 这个月很热闹的 难得的 三月看回以前的年 三月通常都是小新闻的 一二三月都是小事件的 但是今年多事件 不见得特别易闹 人们都开始借 我也说过 这么聪明 红红声通过了23条 有些事情各方的势力 是吧 用心险惑的势力 这些都不是香港人用的 北京叫你用的 小强叫新闻处用的 用心及人险惑的 这些不是法律字眼 你要证明的 不用证明的 所以这些已经很糟糕了 北京战狼就算了 香港是英识的 香港不是 不需要跟着的 那就没死了 他用一句你用回一句 就是这样了 所以香港越来越肚子 都没越来越肚子 直接是指味一样了 香港人那些官方的语言 难得陈文教授整天想复古 讲正宗中文怎么用 语言 语言是代表你教养文化很重要的 不要古文都好 我们一向不用古文的 但是中英夹杂 就是一种英式的优雅 本来香港的中文是别具一格的 起码人们不会觉得 不是太正宗中文都好 不会觉得你是不好的 是一种好友 现在没有了 现在要跟中国里面了 那两头不到我 是吧 讲开又讲 我最讨厌就是在这 用心极为掩饿我 神经病 法治社会里面不是法治社会才用这些字眼 法治社会都不用了 其实就是那些外交战狼 看到老杂是这样 投其所好 其实很糟的 没有了个人个性的 你十亿人已经没有了 香港也是这样 幸好民间都不是这样 各自发挥 是不是 我们有白謝韦俊 上个月挑战 这两天他就成为主角了 难得了 我也很欣赏的 赤堤法辉 我特意找回 原来这个新闻也有说 大家都醒了 他当日说他什么事 在立法会就说 你亲小人 怨言慎 我们评论过 说他亲小红书 这个严重起来就是指你挑逐种族矛盾 诸如此类的 我虽然说有几个法律位而已 白謝韦俊也做过大律师 也做过律师 是不是 他应该是大律师先的 现在是律师 很确定的 你不要留意了 以前法律超人被人疾他 行为不检 那些 新小红书远香港市民 这样 结果就被阿超说 你这些就是制造矛盾 就是制造仇恨 总之就是用心险绝 煽动族群矛盾 所以谢韦俊白 谢韦俊先生就正式关了Pacebook 我一直说 我说话一定要跟别人不同 现在介绍完新闻 新闻讲这些 其他人都会这样讲的 但是我呢 作为同样是研究法律的人 总法律 不要说我不是律师 我问你 这条路是不是新的呢 二十三条之下 说说煽动种族矛盾 我们一般人不知 我不怪的 你看见字眼 煽动啊 憎恨啊 敌意啊 司法对司法的憎恨藐视啊 煽动这个对公务员的 现在还包括一些公营团体 就是行使公权力的啦 这个是合理的 就是因为很多私人机构现在有公权力的了 要是法律授权的 这些呢 就是不是合理啦 一事同仁啦 当作公务员啦 在那个范围里面 他在行使公权力 不如是消委会那样 他在行使一条法律里面的权力 你故意抹黑 令到增盈美视 那么呢 搬离 就是等于搬离政府啦 本来呢 如果是英国呢 其实只对 Her Majesty Force 啊 就是军人啊 公务员啊 公务员啊 以前王权时代的公务员代表她的独人 Her Majesty Servant Obedient Servant 啊 谦虚的独人 现在当然啦 全部都是不同的啦 你看看李家超出来 整个君主那样 他不知道自己出粮啊 李家超、邓炳强 哇 恶人不恶相啊 啊 心态真是 回到以前六十年代那些警察的心态啊 多讨厌啊 香港已经变了 文化变了不明白 无论你读书少的是强 还是有个大学位 在中大的邓炳强呢 走了去做警察就一股警察味了 那种思维模式呢 我大了 我我啊 听我说 那你说谢伟俊明不明白呢 那个法律曾经有 我已经说过啦 大家都应该摘下快篇就衰这条啦 煽动意图 那现在呢 基本上是照抄过来的 基本上是照抄过来的 加了一些东西 即是扩阔了的范围啦 因为现在是与时并进啦 多了一些不是政府机构 而行体公权力的机构 那都没什么不合理的 很多罗改的时候呢 或者联署的时候呢 都将一些不是政府的机构 不是正式的 比如电台那些 他认为某一些权力特别的机构 他都归入 无线都归入了 无线不归入的 纯粹是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而已 这些呢 都可以接受 但是基本上 你说他是不是犯法啊 是不是善惑意图啊 那就算是国安法有了都没有告过 那他是依这个 刑事条例第十条 所谓善惑意图 现在告两件案 一件在等判 是不是 《立场新闻》那件呢 有得拗一下 另一件就是快必 快必就判了 那就失去了 就算是快必判的时候呢 官呢 我真的有心细心研究的 所以你不要叫我乱说什么 我是乱说的 他有说到 先说第十条 下面是有一批弹书的 是不是 如果你是那批弹书 就是说合理的评论 已经保护了你言论自由了 无所谓了 当然就说快必 他的判断就超过了 不需要煽动暴力 但是都是先画了 其实你问我用常人的角度 是过分了一点的 但是有时候没得说你过分是去到哪里的 但是 那些弹书里面 我人读出来 大家有心当然看了 很多人不明白 但是你律师就知道的 尤其是谢惠准 我不信他不知道 是不是? 他说了一句 看新闻的 是 怕他煽惑种族矛盾 他说 我们大家不同角度看这件事 都是为了香港好 不要紧的 是 当时他说了 其实他已经 他说这句了 这句话证明他看了原来煽动意图下面的那个弹书 那个弹书也写了过来现在的23条之下 煽动叛乱的 煽动意图 简单来说 有关种族 公务员 政府 这个不是新的 我的理解我当然跟着一般做法 我从来都认为没事 有事有了事 所以我又不觉得有事 我也当然不会弄我的Facebook 但是白借伟俊就恶意 说我现在怎么知道 以前你都说了 是不是 没事的 现在其实照抄过来有不同吗? 定义有没有不同? 作为律师说话 你不要漂着一般人的恐惧 一般人就好像当以前没有这条法 现在有 以前有 现在转过来而已 我看来看去都是转过来而已 抄了过来而已 咨询文件是这样说的 条文应该是一样 是不是? 有没有专家告诉他 不同了 标准不同了 是不是? 案例不同了 如果我们要引案例 我最多就引起这个快必的案例 我没有他这么严重 我就相对应该是安全 他可能还要上诉 是不是? 还有他也不上诉而已 可以上诉停 还可以上诉的 他不上诉 我上诉 但是呢 我不用那些这样的字眼 这样的仇恨字眼 煽动生恨 降低一点 那怎么降低呢? 是不是? 郑伟俊其实上次告诉你 我们不同角度都是为了一件事而已 小红书字讲事件的时候 都是为了香港好 我不用吴老土话 为香港好的 是不是? 因为那段说话的辩护旅游 最紧要是上个星期五 大家如果真的关心的 听回 我很少叫人听回 因为我说来说去都是这样的事情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不熟 我听回我和林康正 他中间突然派上来 爆了一轮粗口骂 那个房屋局长 臭屁又成的 这样呢? 跟着问我这样是不是犯法呢? 星期五还没通过这个法例 但是通过这个法例一样 现在应该都是一样的 应该都是一样的 令到你憎恨他 但是因为他在骂他某些政策 就是某些说话 那些说话可能引起很多人不高兴 包括我们 说那些年轻人没用 不食人间烟火 说他们要赚钱买屋 不是能够轮工屋 是啊 过了一天 房屋局局长 就是他用比较粗皮的主言 说粗话不犯法 第一 但是会不会引起别人对这个局长的憎恨呢? 是会的 但是我作这个评论呢 是因为那件事嘛 那件事是指控他你 就是言论之后的一部分 你这样做就是影响中国嘛 那我出发点我只是说你不要说这些说话 是不是?你不对 那我是增结那件事而已 如果用谢伟俊的呢 你可以老套一些 各位评论员 海外那些特别是害怕那些 说完呢就记得加一句 我这么说呢 骂人呢都是为了香港好 为了这件事好 我不说这句 我免得了 因为我骂人就是为了香港好 我从来都是的 那有什么问题呢? 不用一次次说 那你喜欢戴头盔就是这样了 因为这个法例说明呢 如果你恶意评论好了 令人憎恨政府好怎么办? 族群矛盾好了 你只是为了要消除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正面的评论 不是纯粹为了抹黑 所以我就说不要抹黑那些就行了 说这么长的事情 大家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呢? 他不是很明白我想说什么的 我想告诉你 谢伟俊是心智肚明的 有这个抹黑 因为他都已经说过了 但是为什么他现在特地 以前都不会在他的Facebook 因为一向他都知道有这个辩护理由 所以他骂人都是有一个分寸 就是不是骂人 骂人都不要紧 如果是事实 比如 比如这个契弟读书少 听老师话 这个是事实 那你是读书少的 对不对? 没得说 我不会说邓炳强读书少的 你读屎片的 这个人早就忘记了 有没有看书 特别人都不讲话 没有内容的 讲话 播音机中央都说了 这个都是意见 还有这个是事实 我看不到你读书 你抛一下书 抛一下书 就算是 我许很多书 我许很多书又怎样呢? 我觉得你没有读书就可以了 这个也不是问题的 Factual嘛 是不是? 如果我说你骂过法律位 骂过什么回来的 那就不对了 是吧? 你基于事实 你怎样黑黑的批评呢? 根据以前那条煽脈意图罪 现在就叫叛乱罪了 现在叫叛乱罪 但是批评政府 批评法官 没事的 所以继续屌识 这个要屌识 也要屌识 林定国 也要屌识这些戴假发的 就是陈广茨那些 郭伟健 我每次都屌的 没问题的 我不是乱地屌 我只是说理由 最重要的是我说理由 为什么我经常说我说理由呢? 其实我都带头盔 这个头盔是最恶的 也希望大家简单一点 你说一下我家论 就是为了什么改善目的 超随改善 这些你太复杂了 你不明白我怎样啊 待会说你不是啊 屌你就屌你了 也是的 但是我说你要简单化 你怎样安全呢? 是吧? 我就是讲道理 做完我道理里面夹杂了很多粗口 甚至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都是基于某些事实的 或者一些粗口 粗口 纯粹发泄语言 那个快必的辩护律师都说他是情绪发泄 官员不接受他是情绪发泄 说他是故意煽动 这些其实还可以打上诉的 还可以争辩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好了 你说不是 我不用到那些那么黑人厉害的字眼 诸如此类 是吧? 简单而已 我说郭卫杰你不懂得审案 我说你这些法官不跟人权 然后我说人权是什么 有根有据 我说人权 你欺骗 你这些官都不敢才算 不敢吗?你不敢说我不对 因为我有根据 经常说他不敢惹我 我生过法律学位 我说句句话都是法律 有依有据 大家没有这些 但是你有常识的 大家都有常识 有是非合白 甚至读过很慢 读过什么法家 你就叫出来 有根有据就可以了 讲道理就是指你有根有据说话 不是针对这件事 不是针对人 是针对这件事 我说你听 我喜欢针对人 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 我是针对李家超又如何呢? 我针对他做的事 他的位置 他走了关于什么事 他走了 我有空骂他 是不是? 你看我整天想骂贼婆 现在都不见了 不见了 无论骂了 是不是? 涉及他的事就继续可以骂 好了 讲完了 其实讲完了 为什么? 一般人说谢伟俊究竟在搞这件什么事呢? 回头了 谢伟俊明知道他没有犯法 但是呢 恶意删除这个Facebook 是不是? 我当然没有动过Facebook 我老实实 也只是只是 只是只是只是说 如果他怕的 ще下就是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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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几年的而已 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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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不安全 很快的 不用删 partnership 好快的 不需要删除了 停了 如果了 你锁完没事 你都没有人知道你锁了 你消除了都没人知道你消除了你消除了你说让人知道 就算你停了就停了 停了就停了 停了就没人理会了 停了 就没人理会了 对吧 你去維修 撿一下他 他是特意告訴別人 於是會立即封傳 異語一番 我停了 我Facebook 立即去看 他去看 停了 為什麼停了? 有三條 普通人呢 我就不會怪的 不會質疑的 律師 謝偉俊 你是律師 大律師做過 沒有我那麼厲害 法律都不是差 而且呢 你一看你之前講過的東西 我剛剛講過 我們都是為了這件事 為了香港好 沒關係 講一句小紅書寺 他已經戴了這個頭盔 其實他從來都知道那個辯護理由 從前那時候聽到的辯護理由就是這樣 如果我評論這件事 純粹為香港好 目的是消除 法律之下 目的是消除一個社會問題 我是為一個社會問題發聲 不過我們的目的是要改變政府的政策 這個就是合理的評論範圍了 很清楚 怎麼理解 當然大家都不知道 我也說你可能不理解 合理不合理 你跟我的很簡單的流執 你給理由 你純粹是說我罵你什麼我都有理由的 我啊 我從來都沒有事的 就是這個原因 終於我辯護理由就是 我就事論事 我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的一步伐 你要證明 你證明我有煽惑意圖 是不是 故意 我如果有事 根據有道理依據 終於我有偏見也好 偏見也好 偏見也好 偏見沒有說誰對誰不對 是不是 誰勢力大而已 現在你勢力大 就是你當你對 這樣不行的 是不是 沒得這樣 沒有人可以同意你這樣說 況且我的道理不弱的 通常長篇大論 是不是 多到法庭 我說三天都不停 可以像現在這樣做節目 他具具有道理才算 讀書多的人有一個好處來的嘛 資料豐富 資料豐富 全部都基於道理事實 謝偉俊也是 戴了頭盔 這些我才會看 他已經說了 就是用了辯護理由而已 我批評你 親小熊書 遠港人 你既挑撥 阿超啊 你挑撥種族矛盾 是不是 惡意啊 跟黑暴一樣啊 你知道警察 吐就吐了 阿超真的是警察思維 但是謝偉俊是隱含在裡面的嘛 是不是 他知道辯護理由在哪裡 所以你是告他不到的 告他不到 當時也沒事 為什麼現在有事呢 現在就玩你了 你23條立 立得這麼過癮 現在開始 各方 跟著這個話題 六個專員屌察你嘛 那件事還沒完的嘛 當然啦 你說謝偉俊就投了票支持了 那麼投票那個責任大還是立法的責任大呢 就是扔出這條法例呢 整件事 如果這件事跟著不完 很多事情了 是不是 他現在用一個我怕啊這樣 你怕你又不說 大家都知道嘛 是不是 夏寶龍打電話來啊 個個打電話來啊 你阿超也打電話來啊 小強也打電話來啊 誰人都知道啊 個個都收到這些電話嘛 沒那麼多事啊 立刻過啊 就過了 現在他告訴你 我怕啊 即是你連我的言論也有事啊 好了 你看到其他人明白的 是不是 江玉寬呢 江玉寬就說 即是沒事的 是不是 江玉寬覺得沒有危害 國安就不犯法啦 無需自我恐慌的 無依危害啊 江玉寬也是律師嘛 即是你的intention不是 我純粹評論這件事而已 喂 那我也是而已 但是當然你要有些客觀客觀 我說話這麼困難 這麼多事 很多伯伯聽了對聽 接著到時他起來行動的時候 可能扔東西了嘛 那你說反過來 那我又沒事 很難說啊 我什麼時候煽動了人呢 這個難搞就是這樣 你的定義含糊啊 是不是 你不能夠說我沒意的 戴耀廷那時候都說無二人佔中開始 總之之後有事發生 是不是 我打算改變憲制 你就爭取民主而已 爭取民主有罪嗎 有罪啊 現在創五年以上啊 還要加營啊 世界就是這樣啦 成王敗寇 所以謝偉俊說 現在他說我有事我怎麼辦 我跟法官說 你跟陳廣池說 慢慢游說陳廣池 所以江玉寬呢 你又不可以代表什麼啊 我現在也不能夠代表謝偉俊沒事的 我不是這麼說的 只不過我覺得他已經是知道他是安全的 我以他為標準的 他安全就是我安全 最兇的 大家都以為標準 是不是 他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不客氣啊 為什麼 超就說超不高興 又說你什麼挑撥啊 什麼矛盾啊 抹黑啊 都不要緊的 不會犯法啊 但現在 他都沒有說他犯法 當然沒有說 但是我怕啊 這樣 現在很多人就是怕而已 那你製造恐慌 你就很不幫忙啊 明明呢 現在是最需要 各方在攻擊23條立法 不就合了 在水中央就是這個時候了 激於半島啊 不是 議程是實啦 人家就不斷攻擊你啊 現在就不斷出去擋了 已經周身戰了 被迫著要擋了 你怎麼消除各方疑惑呢 或者換了這些 阿超啊 阿強啊這些英的人 換了一些溫和的東西 立即不同了 明明呢 23條沒事的 只不過是作為一個鼻胎而已 必要時才用而已 你看的 難道是薯片這麼說道理嗎 是呀 如果薯片做了手 你不會覺得薯片會亂抓人 告人的 阿超就會了 是不是 是呀 是呀 換了阿超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趨勢是這樣 有些人明白這個趨勢 明白這個大佈局 這個大戰略佈局的嘛 謝偉俊當然明白 所以白謝偉俊先生呢 這次就玩弄阿超 特意惡議 你不要以為是這樣 然後你又刪除了Facebook去 那你起碼留吧 明天你喜歡刪除都可以的 我不敢保證任何東西的 不過呢 我就動都不動的了 是呀 我都比較大膽 我的言論都算有點挑釁性的 是不是呢 自問都… 我不是那種挑釁的觀念 我告訴你 你看 我用蘇格拉底的觀念 蘇格拉底有什麼觀念 他很明顯有名的觀念 牛魔我叫自己 他說呢 就是在牛上那個吸他的血 那些… 那些牛我不喜歡 又沒有辦法 那些… 就是說呢 如果我做一個哲學家 我一個評論者 是不是 我一定要令人覺得頭痛的 嘩 你敢說嗎 但是又怎辦呢 他敢說 如果我沒有能做到這樣 是不是 阿超你真是厲害了 這樣 或者你再有機會好些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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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聽不喜歡聽 這樣你就很開心了吧 但是不是 要救你呀 親小人 怨言神 親小雄之 怨香港人 暴政 胡亂告人 謝偉俊說這些 喂 你是阿超 怎麽來露面 那就很生氣了 很生氣了 那就很生氣了 吹他不上了 他在說言論自由 他在說一定事實際上 他在說你挑撥離間 你用心險我 其心可諸 諸如此類 無益無建設性 製造香港人的矛盾 謝偉俊當然說 不是 我們為這件事而已 為香港好而已 你好 我好 我們為香港好而已 就是這樣 但是他是行使了蘇格拉底的那個令到你頭痛 就是你聽到說話的人頭痛 如果我說話不令到他們頭痛 或者大家留言 媽媽是女人這樣 大家都不會頭痛的 那就有歪一個評論者 我的責任 也有歪他作為一個 好像玉寬一樣 一時令人頭痛 一時和你打 那也是沒用了 鬼啥 你是律師 現在很多問題有三條 你江玉寬也做不到評論的角色 即是沒有及時提點 是不是 之後呢 現在迫著還做這個托派 托著政府的托派 你又做了托派 反而白謝偉俊顯示多少力量 說真的 如果特首委空了他跑 我想香港人接受他多過江玉寬 是不是這麼說 他也是建制 但是當然是建制 薯片最好 否則白謝偉俊也不錯 被我取而代之 白謝真是鼓勵偉俊 你舊了一條傻佬 中學還沒畢業的弟弟 爸爸是畢業 事實是畢業 都是他都做到了 業務什麼都不懂 那就做了特首 我為什麼做不到呢 引死人的 所以這些 只要老共信我 老共不會信薯片的 又要找一些法治的人出來 我做不會亂來的 我一定不會亂告人 我律師來的 你以為是警察嗎 我律師不是警察 不要亂告人 到時就 好 努力 努力 說完了 還有一個